吉安相公所特别的有创意 而且还别出心裁 特别在县政府母亲节表扬大会上 设计了以蔬果为装饰的花束 赠送给获得表扬的12位妈妈们 让这些妈妈回家之后 还可以分享美味佳肴 还更可以解能解态 辛苦的妈妈都是子女的宝 在花莲县政府社会处 112年度母亲节表扬大会上 吉安相长游淑珍是特别设计了 蔬果花束 赠送给12位获奖的妈妈 能够带回家分享美味佳肴 还能够兼具节能减碳的功能 谢谢 我回去可以做菜 好 所以今天特别用蔬果的花束 希望妈妈带回去之后 可以做出美味佳肴 也可以分享家人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节能减碳 尤其是花卉去化之后 带来的一些环境影响 所以呢就突发奇想 用蔬菜 用花菜 用非常棒的青椒跟姜 来做成这样的花束送给妈妈 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把它 发挥得淋漓尽致 做成美味佳肴 在母亲节跟所有的家人 一起来分享幸福 分享爱的甜蜜跟味道 温馨的五月天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来 你想要送什么好礼给妈妈呢 在这特别的日子 没有什么比母爱更无私和伟大 琳琅满目的礼品 或许最实际的就是陪伴 在家亲自下厨 让妈妈享用一餐美食 更能够体会出母爱与家庭的 温馨五月天 记者凌桀收风箱采访报道